过去曾医生也经常跟我们讲 就是老人如果参与一些社交 可能你的寿命也会延长 而且你的健康状态也会更好 那现在又加上一些包括学习音乐 或者做一些更好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可以增进一些老人家 从健康老人成为超级老人 很重要的一个门槛 因为我记得前不久 我看到这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他前一阵子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 然后赞美他的谨慎支持 以及赞与谋略 那更狂胜马斯克以及祖克伯 他已经大概92岁了 除了他成功的事业 那他也是非常有纪律的 来经营他的健康 然后他曾经分享他早餐 会喝一杯新鲜的蔬果汁 晚餐就是家里准备好的饭菜 或是一羽一肉一菜 这些很简单的菜色 就是少油低盐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饮食 那我们接着想要知道 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超级饶人的饮食 有什么方向可以努力的吗 那么刚好今年5月发表在神经医学期刊的一篇报道 最终了25年以上的这个研究发现说 他去符合一个好的饮食 符合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降低阿滋海默症的风险 那我们刚才讲说饮食来讲还是要先站在一个好的基础上 这个研究中它叫做MIND饮食 它是基于地中海饮食跟抗高血压的这个德酥饮食调整之后的饮食方式 那也就是说呢 它是以地中海饮食为基础 会去更加强调10种食物 第一种食物是绿色蔬菜 因为这个算起来绿色蔬菜得分越高的话呢 整体阿斯海默症的这个脑部的病理变化就会越少 这是第一项 那第二项就是多颜色的蔬菜 也就是除了绿色之外 我们其他各种颜色的蔬菜 红色、黄色、紫色这些蔬菜 那第三个就是浆果类 它不会去讲其他的水果 它特别讲浆果 因为这个包括蓝莓、腹盆子莓、黑莓这些浆果类 它有比较强调它的抗氧化的功效 那再来就是坚果 坚果的话是希望说不同种类的坚果多样化来搭配着吃 那并且在烹调上就是建议使用橄榄油为主要的使用油的来源 那我们过去也一直强调说 主要热量来源要从这个全骨杂粮类 比较常用的是糙米啊 然后全麦制品啊 燕麦片、梨麦这些 那再来就是鱼类 鱼类的话因为地中海饮食很强调就是白肉 就是鱼肉跟这个家禽类 那另外一个蛋白质优良来源就是豆类 也就是说蛋白质我们讲这个肉类、豆类跟这个家禽类呢 它是比较好的蛋白质来源 特别是鱼类我们选择含有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鲑鱼、鲑鱼、沙丁鱼这一类的 那相对于比较不好的这个红肉类就当然是尽量减少 所以会特别强调鱼类、豆类跟家禽类这样 那再来就是酒因为地中海饮食会去讲葡萄酒 事实上这个是要控制的 饮酒量不要每天超过一杯 因为虽然葡萄酒红的跟白的都含有这个叫做白梨乳醇的这样的好的化学物质 但是最近的研究比较多的质疑是说它到底好处可以到多少 所以整体来讲这个酒的食量是要有限制的 这个麦的饮食也列出了五大需要控制的食物 就是要尽量的节制 那首先大家很清楚就是像动物油 牛油、猪油、黄油跟人造奶油 就是已经加清固化的清化植物油 然后乳酪类 再来就是刚才有讲红肉 还有就是油炸食品跟甜食 我们这篇研究报告里面却发现说 这个脑部的病理的变化 从细胞这些切片来看 这个糕点类跟甜食类问卷评分钟越高了 这个阿兹海默症的病理变化越多 油炸食物越多的话 是会发现说 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这一种神经纤维残结 就是想纠结了像毛球打不开这样的残结 的严重度会高 其实有点残忍 就是我们很难拒绝的这个甜食类糕点类 它会引起这个阿兹海默症的病理 包括了类淀粉成绩 它就成绩在这个脑细胞 细胞与细胞之间的基质 那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的神经纤维纠缠 就被这个油炸的食物 好像会有一个对应性的关系 那详细的机制当然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刚才有提到阿兹海默症 这个会跟这个脑细胞的发炎反应的水平会有关 那我们之前也常讨论到说 为什么身体会有一个全面性的高的炎性反应 那怎么样去降低它 事实上很重要的是像这个甜食类或者是油渣类 它在我们肠胃道 跟这个益生菌的交互作用 跟我们常联膜的交互作用导致 最后是引起全身性的这个炎性的反应基础提升 这样的话会发现说这个不好的物质呢 会从肠胃到肉到血液循环本身 那最近甚至有些研究 这些不好的物质也容易进入到我们大脑的屏障 因为我们大脑跟身体的其他部分的血液循环 是有一个叫做血脑脏壁作为这个间隔的 那我们发现说一些绘化性的神经元疾病 这个脏壁也出现了渗漏 也就是不希望出现在脑脊髓液中的物质 被突破这个脏壁然后渗漏出去了 那可能也会跟身体全身的这个炎性反应的水平上升 是有关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当我们个别的器官去看的时候 它会被凸显出来说 原来你这个大脑部分确实也会跟这个饮食的部分有关 它是很一致的 包括我们一开始就讲了这个绿色的蔬菜 这个在问卷中回顾一个人过去的饮食习惯中 评分越高的人 这个阿兹海默症的 第一个他得病风险少 第二个直接去观察他脑细胞 他脑细胞维持的比较好 没有这些病理变化 那反过来讲这个比较油炸品甜食 它就是对应到说病理发现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存在的 所以说虽然我们是很期望去运动 然后去改变身体 但是食物真的是蛮重要 那我们大脑是事实上是很喜欢接受挑战 遇到越困难的工作呢 事实上在研究中会发现说 大脑会去启动一个自动报酬的机制 是会让人感受到愉快的 那大脑在挑战困难的思考活动中 也会获得了这个锻炼 比如说去阅读有深度的文章 学习新的事物 包括说刚才提到学习音乐 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是如果反过来现在很多看短视频 它连续的播放也给了一直精神的刺激 它会产生一种麻痹的效果 首先在观察过程中就很难去思考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变得无法去忍受较长时间的影片 知识类的文化类这种 更不要说去阅读长篇的文章去进行思考论证 它会养成大脑去寻求追求 肤浅的快速变化的刺激 那变成一种注意力不足的状态 那这就会让人有点陷下去 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有保持好的阅读习惯 跟对新事物学习的热情来帮助自己的大脑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郑元余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解说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想面对逐渐老化的现象 很多人也在思考 为什么有些人80岁还是见不如飞 有些人呢就体力充沛 那除了平常的养生饮食保健呢 还有保持适当的运动以及平静的心态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除了饮食一定不要忘了 记得保持轻松的心情 心平气和 相信呢是跨出长寿关键的第一步 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有帮助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李现前不要忘了订阅频道